我习惯没嫁错人 洪总 银行贷款那边 先拿这些去撑一撑吧 可算是解了燃眉之急了 太好了 洪总 我有办法了 咱们现在这个产品不是不好卖吗 但是呢 研发新的产品呢 又太花时间 太花钱 所以我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我刚才在网上看 有一个BBS的网站 有人专门讨论这个游戏的缺点 咱们呀只要把这个游戏缺点补上 优化一下 满足这些玩家的需求 就可以作为升级版推入市场了 是不是很好 好主意啊 洪总 就是 虽然说便宜点 但也得花点钱 这样 你马上跟财务总监说 那笔贷款先别还 先把游戏升级给做了 太好了 好 我这就去罢洪总 百战百胜啊 任律师 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 哪里百战啊 这才第三场 但愿打赢了这场官司 能够达到咱们与其的效果 唉 但愿如此吧 唉 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都找我妈煲的饺子了 喂 邝总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我们要上法院 告经期 徐老师啊 看来姜还是老的了 你这2.0的版本一推出去 整个市场就稳定了 看来这个消费者啊 只要见到好的东西 还是肯花钱的嘛 那是啊 这个好东西啊 还得在市场上检验 不过 这跟王总的努力分不开啊 我听说 柳州这个官司一打 这好多公司都慎重了 这还是 你徐老师的功劳 这次版本 加密没问题了吧 我这把老骨头啊 熬了好几个月 你放心 这次的加密做的 那绝对是完美无瑕 那就太好了 你别说什么专利了啊 我这次啊 都想申请这个科技进步奖了 你有这个想法是好的 这说明我们经期公司 现在是迎风飘扬 小静 你怎么来了 我正要上去给你汇报外壳的 制作细节呢 你等我回来再说吧 我着急去一趟平都 我送你啊 我送你啊 不麻烦了 我打车吧 有车 走 开车快 我 麻烦你了 没事 小静 你这干吗去啊 公司出大事了 我得赶紧回趟总部 不是 你们俩 一起回去啊 我送宇文总去机场 不是 那个 我这还有好多工作 没跟你汇报呢 你一会儿叫个车不就完了吗 叫车我怕时间来不及 要不这样 你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 或者给我打电话 好吧 走吧 我们 走 回见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啊 什么事这么急啊 就是个突发事件 反正挺棘手的 得赶紧处理一下 你别在车上看了 对眼睛不好 没关系 能不能开快一点 来不及了 我算过时间了 你别算了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 抱歉 我得赶紧去机场 跟我的同事商量一下 处理的对策 你时间怎么安排得这么近啊 没办法 不及来不及了 那这样 你如果有什么困难 或者是需要帮忙的话 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谢谢 我到机场了 你在哪儿 行 那我马上登机 进去之后再说 谢谢 不用谢 等你回来的时候 我来接你 再说吧 走了 小舅 小舅 你录便安 你录便安 真没想到这个徐中恒 现在是到处抄袭 到处剽窃 这次居然都搞到我头上来了 可是 话说我这个加密软件 已经做出来五六年了 一直都没卖出去 我自己头快忘了 我有个问题啊 既然是加密软件 它是怎么弄到手的呢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反正不管它是怎么弄到的吧 这次一定要让这个片子 露出真面目 让它原形毕露 给我们程序员争口气 好 詹姆斯 大周末的你还加班呢 大周末的你还加班呢 这不把游戏调一下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姐 这个游戏跟软件 它不是一个样的事 要不您先忙您的去 我也没什么可忙的 要不这样 你把我当成刚毕业的大学生 然后从头教我 我给你打架 不是 我给你打架 这怎么能行呢 这红总也不愿意 太委屈你了 这有什么可委屈的 只为公司做贡献 来吧 好 这样 您看啊 这个游戏现在底层数据的优化 还不太好 比较慢 您看能不能把这块再 优化一下 让它快一些 得尽快啊 这没问题 这个得需要多久 尽快吧 两天 您看行不行 其他东西都在我脑子里 只要放到电脑上就行了 行 没问题 好 谢谢 好 谢谢